好 主播各位觀眾帶你來關心凱米颱風 對台灣的影響 那中南部現在災情算是比較嚴重了 那我們現在就在彰化的這個民宅的區域 這邊幫你看看最新的現場狀況 那你可以看到其實現在這個道路已經變成汪洋一片了 那中間這個是所謂的大牌 那兩旁的道路現在其實基本上已經變成汪洋了 被水全部覆蓋住了 那除了民宅之外 就連這個旁邊的工廠其實在早上的時候 也是有被水淹過的狀況 其實這個位置也真的是蠻高的 那除了工廠之外 其實這一整條往下走 其實有很多的民宅都被泡在水裡了 那現在因為其實有住戶是並沒有辦法出來的 所以現在里長他們就是要涉水 將這個便當來送到裡頭給這個住戶 那我們來聽聽里長的說法 里長你們現在是要把便當送到裡面 對 我們要把這個便當送到那個住戶裡面去 因為他們出不來啊 那從昨天什麼時候開始變成這個樣子 昨天應該下午五點多來的時候還沒有那麼深 到十點多來就蠻深的啦 就像這樣子的 而且那個住戶都有的已經到那個 冰箱一半應該要到腰了 應該要到腰了 所以這次真的非常非常嚴重 我聽說好像四十年來都沒有發生過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們比較好奇就是說因為現在午餐送過去嘛 那晚上這個水都沒有退 就是還是要幫他們送 對啊 因為我早上也有送了 送早餐了 對 好 那可以聽到里長的說法 因為現在呢大概這個區域啊 民宅其實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因為現在水啊其實到這個小腿肚再往下 估計呢可能會再往上一點點 所以呢現在呢很多居民他們並沒有辦法出來買東西 所以要透過里長山的涉水的方式 送到比較深處的這個民宅裡頭 那也希望啊能夠早日呢這個水趕快退去 恢復以往的這個家園的環境啊 以上是現場的最新情況 先把實際鏡頭交還棚內 好 主播各位觀眾帶你來關心凱米颱風 雖然呢已經逐漸遠離台灣了 但是中南部受到這個西南汽油的影響啊 其實現在的災情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嚴重 尤其呢現在我們來到彰化 好 可以看到呢已經這個道路已經變成汪洋一片了 那我們現在在彰化的髒草路三段的這個小巷那裡頭 因為呢這邊是比較低挖一點點啊 加上啊其實你可以看到中間這個就是大排水溝 那大排水溝這個水呢是完全宣洩不出去 所以呢兩旁的這個道路呢現在已經變成這個汪洋一片了 所以呢現在呢這個水車呢大概已經到了我的小腿肚的位置 那再往前走一點點估計呢還會再深一點點 好那其實除了呢這個周邊的道路呢已經變成汪洋一片之外呢 其實我們要看一下遠處啊其實有很多民宅 已經確實呢都也是在這個路段上 所以呢這個淹水的情況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慘喔 好那其實呢從昨天呢這個晚間一直這個雨是不斷下來 下著一直不斷下來 所以呢導致呢這個水呢其實它淹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那不只呢這個周邊的道路呢是有淹水的狀況 其實在外面的大馬路今天早上啊大概是9點多的時候 水才慢慢退出去 好那其實呢稍早呢我們就有跟這個 當附近的居民有訪問過了也實際呢去看 像他們家的情況真的是可以說慘不忍睹喔 因為居民說其實在昨天晚上10點多的時候 然後這個水啊是直接慢慢不斷的一直淹到裡面去 所以導致呢他們的這個物品呢其實都沒有辦法很快很快的 就直接搬到二樓或是比較高的地方 所以呢其實這個水深呢可以說是呢到他們家中的小腿的位置 是整個淹上來的 所以導致呢他們家中的這個家具啊 還有比如說一個電器用品全部呢都泡湯了 完全來不及收到比如比較高的樓層 所以呢現在呢在大馬路上雖然水已經退出去了 但是呢其實現在呢這個大排水溝旁邊呢兩旁這個道路的這個水是並沒有辦法退的 所以呢包含呢其實沿線的這個周邊的這個所有的民宅都是現在是一樣慘的狀況 那就很希望說這個雨桿快停能夠趕緊恢復家園 以上是現場最新情況先把時間鏡頭交換同內 男子站在滾滾水流當中看見救難人員脫嘴藍色橡皮艇前進趕緊朝對方大叫 屋中的泥水不斷從水溝中湧出來這裡是彰化20廣心裡溝頭像 水一度淹超過膝蓋高度連走路都有點困難 所有人推著橡皮艇挨家挨戶去救人 就怕還有人被困住發生危險 還有彰化浦岩大村浦星交界下76快速道路 下方寒動25號晚間6點多三台車受困 在救難人員的幫助下終於將受困的孩子給救出 另外彰化鹿港跟河美交界張草路三段上也是出現嚴重淹水情形 路上都是樹枝殘骸泡在水裡面 水是這裡沉重泡得很難苦 不知道要怎麼說 也沒辦法說 這要服務也可能難 民眾看著周遭的情況心裡說不出了難受 彰化鹿港的頂帆婆也大淹水 放眼望去房子全都宛如深陷泥沼 還有工廠淹大水只好將紙箱越堆越高 剩下沒有辦法移開的機器也全都泡在水裡面 災情頻傳25號晚間彰化縣府卻宣布26號照常上班上課 引起民眾不滿質疑出門的危險性 不少人紛紛在縣長王惠美的臉書下留言表示 到底要怎麼上班引發民怨 東新聞陳友毅 黃藤毅 蔡俊錡 彰化報導 彰化鹿港雨淡狂炸 天后宮也成了這一次凱米颱風受災戶 只見廟城慘遍池塘 水深一度淹到成人膝蓋 就連天公爐也沒了爐火 跟貢桌一起浸泡在雨水當中 昨天大概在四五點的時候 真的大雨狂下 一直到持續到凌晨 然後真的像到的 一直抽到大概今天早上的兩點多 這樣子一直到雨是趨緩之後 比較消退 廟方緊急出動抽水機 同步清除排水孔落葉 畢竟去年九月颱風過後 降下好雨也才剛淹過一遍 如今又淹 儘管過了一夜 人不敢大意 不過最苦的還是附警貪傷 店家拿起掃把拼命清 就算26號彰化已經恢復上班課 這次暑假有颱風來腳局實在差很大 尤其陸港老街因為地勢低洼 水都往低處流 攤商與住戶全都苦哈哈 阿桑你幾點起來請 三點 嚴重的 到四個 連煮飯都不用煮 我們沒辦法 都沒辦法 連吃噴的雞乾也讓我多吃 幾夜風雨過後 老街只剩零星攤商有營業 當地住戶趁著梅雨 排隊買蚵仔煎 不過看著眼前一代又一代 清出來的枯枝落葉 颱風過後 頭還是好痛 東森新聞陳友毅 呂家縣洪詩琴 彰化報導 好 主播各位觀眾 帶你來關心凱米颱風 現在已經逐漸遠離台灣 但是因為中南部的災情 可以說是相當相當的慘 那我們現在呢 東森新聞團隊呢 來到彰化的這個工廠 來幫你看一下現在的現場狀況 其實現在呢 這個裡面的這個員工 正在忙著清理 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在於說其實昨天呢 這個雨下太大了 導致說呢 這個昨天的水有淹到這邊 等於呢就是到我的小腿肚的位置 那這邊呢這個水痕 還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呢裡面呢 這個情況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慘 因為呢這個身材工具 全部呢都泡在水裡面 清理就需要花一大段時間 那我們走出來外面 可以看更慘烈了 好那其實呢這邊呢可以說是汪洋一片 那中間呢這一邊呢是大排水溝 那另外兩側呢是道路 但是你可以看到其實這個水啊 因為大排水溝這個水已經溢出來了 是並沒有辦法宣洩 所以呢已經變成這個汪洋的這個一片的感覺了 好那現在呢這個水還沒有退去 但是呢這個可能恢復需要一大段時間 我們來問一下這個當地的居民 昨天晚上大概是從什麼時候就開始淹了 大概十點多就開始淹起來 對 然後就目前就淹到 現在這裡有稍微退下 不然以前昨天又淹得更高 這樣子 你們家的工廠啊 昨天就是淹到小腿的位置 那現在有預估說就是要怎麼樣清理 沒有現在就是只是趕快把水倒掉啊 然後拿刷把麻掃出來這樣子 那昨天有先做一下硬體處理 就是把東西先淹高 不過看起來沒有淹得很 沒辦法淹得很全部啊這樣子 那你們家是賣水龍頭的嗎 那其實這個東西其實碰到水就會有 對對對就是會有生鏽啊 它就會沒辦法賣啊 這次的損失其實是蠻慘重的這樣子 好那可以聽到呢根據呢這個居民的說法 其實呢從昨天晚上大概十點多開始啊 這個是雨一直不斷不斷的下了下來 所以導致說呢這個 這個水是不斷的往住宅 還有呢工廠裡面來淹 所以呢他們現在呢 雖然水稍微退去一點點 但是呢其實這兩旁的這個民宅的水位 都還是算蠻高的 有些呢是比較高出一點點 就能夠比較狀況還好 但是呢有些比較低挖的 還是泡在水裡面 那也希望啊這個颱風 亮成的這個雨勢能夠趕快停 能夠趕緊恢復家園 以上是現場最新情況 先把時間鏡頭交還縫內 好的直播觀眾 受到颱風海裡的外圍環流影響 鹿港的天后宮廟城 水深達到膝蓋這麼高 彷彿出現了巧食堂 而且當時雨還在不斷的灌進去 那天公爐跟貢桌都被泡在水中 那廟方也緊急使用了抽水機來抽水 事實上彰化在昨晚雨勢加大 六點到九點晚 短短的三個小時內 就下了高達一百六十毫米的雨量 導致鹿港市區多處淹水 那老街商圈的榮譽李氏也表示 當時的暴雨是來得又快又急 才會導致天后宮 老街還有工會堂廣場 再度淹水 只能緊急啟動抽水機加強排水 以上最近情形將全鏡頭轉彭內 好 主播各位觀眾 帶你來關心凱米颱風 現在已經逐漸遠離台灣 但是因為中南部的災情 可以說是相當相當的慘 那我們現在東山新聞團隊 來到彰化的這個工廠 來幫你看一下現在的現場狀況 其實現在這個裡面的這個員工 正在忙著清理 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說 其實昨天這個雨下太大 導致說這個昨天的水有淹到這邊 等於就是到我的小腿肚的位置 那這邊這個水痕還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裡面的這個情況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慘 因為這個身材工具全部都泡在水裡面 清理就需要花一大段時間 那我們走出來外面可以看更慘烈了 好 那其實這邊可以說是汪洋一片 那中間這一邊是大排水溝 那另外兩側是道路 但是你可以看到其實這個水 因為大排水溝這個水已經溢出來了 是並沒有辦法宣洩 所以已經變成這個汪洋的這個一片的感覺了 好 那現在呢這個水還沒有退去 但是呢這個可能恢復需要一大段時間 我們來問一下這個當地的居民 昨天晚上大概是從什麼時候就開始淹了 大概十點多就開始淹起來 對 然後就目前就淹到 像現在這裡有稍微退下 不然以前昨天又淹得更高 像你們家的工廠啊 昨天就是淹到小腿的位置 那現在有預估說就是要怎麼樣清理 沒有 現在就是趕快把水倒掉啊 然後拿刷把麻掃出來這樣子 那昨天有先做一下硬體處理 就是把東西先淹高 不過看起來沒有淹得很 沒辦法淹得很全部啊這樣子 那你們家是賣水龍頭的嗎 那其實這個東西其實碰到水就會有 對對對 就是會有生鏽啊 它就會沒辦法賣啊 這次的損失其實是蠻慘重的這樣子 那可以聽到呢根據呢這個軍民的說法 其實呢從昨天晚上大概十點多開始啊 這個是雨一直不斷不斷的下來下來 所以導致說呢這個 這個水是不斷的往住宅 還有呢工廠裡面來淹 所以呢他們現在呢 雖然水稍微退去一點點 但是呢其實這兩旁的這個民宅的水位 都還是算蠻高的 有些呢是比較高出一點點 就能夠比較狀況還好 但是呢有些比較低挖的 還是泡在水裡面 那也希望啊這個颱風 亮成了這個雨勢能夠趕快停 能夠趕緊恢復家園 以上是現場最新情況 先把時間盡頭交換棚內 蓋密颱風的肆虐下 彰化到處淹水 淹水的高度從小腿肚一直往上 有的地方水淹的高度甚至到膝蓋 路邊停放的車輛 輪胎也幾乎要被淹沒 實在難以出門 不過最讓災區民眾崩潰的是 彰化26號仍要上班上課 縣長王惠美在臉書PO出這篇貼文 上頭寫著鄉親平安 向有零星路段仍然積水 上班行車請注意安全 彭文一出被縣民罵翻 有民眾批評縣長故意發文 再次引起戰火 如果吃飽睡飽 閒閒沒事做的話 可以去馬路上抽水 也有家長痛苦說到 幼稚園小朋友要上課 這種雨怎麼去 父母去上班 小孩還是要送去幼稚園 還有人說正在幫家人問船班時課表 還說已經游泳很久都沒有睡 現在還要遊去上班 縣民氣到不行 紛紛在縣長臉書發表不滿情緒 東南新聞綜合報導 看見自己家裡通通淹滿水 真的很無奈 所有家具電器全都泡水 這水位甚至已經達到膝蓋 為在彰化陸廣的民眾 住家不敵凱米肆虐 從25號晚間10點多開始 就不斷進水 還不只這樣 走到大街上看 路上也滿滿都是泥水 飄著樹枝樹葉 車子也統統浸在水裡面 本來應該是馬路的地方 如今都成了河流 大家都很心疼 因為美麗家園 如今成了這副模樣 未來恐怕還要花上 不少時間進行恢復 新聞彰化報導 直播觀眾受到台風 海裡的外圍環流影響 鹿港的天后宮廟城 水深達到膝蓋這麼高 彷彿出現了巧食堂 而且當時雨還在不斷地灌進去 那天公爐跟貢桌都被泡在水中 那廟房也緊急使用了抽水機來抽水 事實上彰化在昨晚雨勢加大 六點到九點晚 短短的三個小時內 就下了高達一百六十毫米的雨量 導致鹿港市區多處淹水 那老街商圈的榮譽李氏也表示 當時的暴雨是來得又快又急 才會導致天后宮 老街還有工會堂廣場 再度淹水 只能緊急啟動抽水機 加強排水 以上最近情形將全鏡頭中暗棚內